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碗鸡汤从青春期开始就灌溉着姚依彤的心 她坚持要等那个能让她心甘情愿抬头仰貌的人 大学毕业那年她遇到了这么一个男人 她应聘进一家大公司 主营远洋传播设备 被分在销售部门 但不必费劲巴拉地找客户 公司成立多年 根基牢固 客户群也稳定 她只需时时地盯着电脑 处理每日雪片一般 飞进邮箱里的寻假单 寻假单呢 多是英文 还有些是专业术语 姚依彤大学读的是国际贸易 可突然接手还是难适应 她问隔壁公问的同事 次数多了 人家有些不耐烦了 有一回来了风寻假邮件 林林总总好几十个零部件 姚依彤照着词典翻译 两个小时下来头晕眼花 还没对完 富奇就在这个时候凑过来看 她手指来回点了几兔 小生教着姚依彤 这是主机油管 这是腹机 型号一样 件好不同 还有这些密封圈 尺寸也不一样 不算是行业秘密 但都需要时间了解 繁琐且晦涩 可富奇就这么倾囊相受 姚依彤 好感顿生 改完寻假单后 她双手合十 朝富奇拜 大恩不言谢 全在韭菜中 回头有时间 我请你吃饭 富奇也不推辞 立刻拿出手机 那加个微信吧 不然我怕饭跑了 男人看上去年纪比姚依彤稍大一些 笑着春风和熙 姚依彤大大咧咧的同意 互相备注好后 富奇抬手看表 我得先走了 隔壁还等着开会 以后你有不懂的就直接喂我 自己翻词点太慢了 多抱几次 那些型号件号就会刻在你脑子里 后来姚依彤才知道 原来富奇是隔壁采购部的经理 和她所在的销售部关系密切 七八月是备件行业的旺季 就连上班时间都往前拨了一个小时 姚依彤每天睁开眼 就要面对各种寻假信息 就像富奇说的那样 自己翻词点太慢了 于是她真就把不会的直接发给富奇 富奇耐心好 每条信息都会回复 两个月下来 姚依彤已经不需要再请教谁 八月的最后一天 某海军制品城制单位来验收供货资质 富奇挑大梁做接待 点了几元大将随行 姚依彤竟也在其中 公司有人不份 富奇却理由充分 姚依彤有口译证书 客户中有外国人 沟通更加便利 姚依彤又精又细 大学时打发时间考线的证书 此刻尽能发挥作用 三天的行程很顺利 最后终于签下了供货合同 那天庆功宴大家都沾了酒 富奇已要开车为由推妥 揽下了送姚依彤回家的重任 面对一个温文尔雅又细心克制的男人 姚依彤酒劲上头 大着胆子表白 都说女追男隔层纱 姚依彤也没有想到 到他这儿居然连层纱都没有 他表白 富奇顺势说爱 一切似乎都水到渠成 富奇牵他手的时候 他紧张到不能呼吸 哪怕心里已经高兴地炸开了花 他也还是告诉自己要镇定 为了省钱 姚依彤和大学同学 合租在一个老旧小区 路灯是坏的 明明灭灭有些阴森 下车后 富奇的远光直直照着他前行的路 一直到他拐进楼梯间 他心生欢喜 后来是一段好时光 富奇每天早上去小区楼下接他 给他带手抓饼和咖啡 心满意足备地看着他吃 从家到公司开车要一个多小时 富奇开着车载电台 先是听广播 然后听金融资讯 最后听听行业新闻 看上去似乎样样都是精英必备 姚依彤本就是个唠叨的性子 可在富奇面前竟出奇地寡言少语 他努力让自己安静沉稳 因为他觉得只有这样和富奇 站在一起才般配 只可惜他们站在一起的机会并不多 富奇说他们的关系不能公开 公司禁止办公室恋情 我们得小心 听上去挺没劲的 可富奇给了他希望 下一轮 副总竞选 如果我能成功 到时候你就辞职 我把你安排到另一家公司 那时再公开 是最好的时机 姚依彤有了期待 满心满眼 时光穿梭来回 一晃走过大半年 姚依彤扒了新小区 是富奇给他找的房子 离他家很近 却不在一个小区 搬家那天 富奇找了搬家公司 自己却并未出现 姚依彤给富奇打电话 被挂断 后来有信息回过来 我不能请假 不然公司里就看出 咱俩不对劲 那一刻姚依彤觉得 眉子透了 他耍了小孩子脾气 故意在下班后 不接富奇的电话 可当富奇捧着玫瑰花 拎着他喜欢的甜品 出现时 他还是没忍住 扑吹一声笑出来 富奇依然温柔 哄他像哄小朋友 那些听了很多遍的 大道理摆出来 每一句都让他反思 自己是不是太过无理取闹 至少除了不能公开 其他一切都幸福的冒泡 他们悄咪咪的谈恋爱 在公司里是上下级关系 下班后是情侣 一年多下来 他们几乎没有红过脸 每次有吵架的苗头时 姚依彤总是先低头 潜意识里 他觉得富奇比得高一级 是需要他努力比肩的人 他的妥协和理解 都是这段关系 能平稳走下去的关键 栽起了第二年 12月初上海海事会 这是姚依彤入职后的 第一个大型行业交流会 公司考虑他英文不错 给了他一个名额 让他去长长见识 说是回来后 可能分一部分国际单 让他去跟 贴上掉馅饼的事情 砸到头上 姚依彤心脏都快跳离身体 因为前一天 富奇告诉他 自己要带队去海事会 这样一来的话 他们能借出差的机会 揣口气 公司一共去了五个人 富奇是头 另外四个都是 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公司有意栽培新力量 姚依彤有一种雀跃的期待 他想 出来了就没有那么严格了吧 他要拉着富奇 去外滩合影 要去城隍庙 看灯 吃美食 左右是一块出差 打着幌子 拍张照片 有什么要紧 他们开公司的商务车 富奇 坐副驾驶 姚依彤坐在后面 故意拉开距离 车程过半 姚依彤发现 中间那排的两个人不对劲 两人互喂橘子 嘻嘻哈哈的打闹 还头靠头的一起刷手机短视频 俨然一副热恋中的小情侣模样 姚依彤心生一斗 又不好直接问 便换了个迂回的方式开口 这一看就是被公司禁止 办公室恋情的规矩给憋坏了 一出来就拼命的秀恩爱啊 坏出口 富奇猛然回头 一脸不可置信 中间座位上的两个人也挠头 你们部门不让员工之间谈恋爱吗 姚依彤实话 心仿佛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 呼呼的忙里灌冷风 却还要强忍着给自己找借口 也不是 现在不是好多公司都这么规定的吗 我以为咱们公司也这样 后来是长久的静默 直到入住酒店 姚依彤都没有再说一句话 谎言被拆穿 要么用另外一堆谎言去圆 要么就是坦白 富奇选择了后者 对不起 我订了婚 现在正在走 退婚程序 真相从来都不会是体面的样子 尽管姚依彤做足了心理准备 可还是没能顶住这么残酷的事实 所以我成了第三者是吗 姚依彤声音发抖 富奇用沉默回应 接着就是艰难的复盘 从相识之初到动心 再到起念退婚 这中间的所有事 姚依彤都逼着富奇 一次一次的讲清楚 讲清楚之后 他满脑子就分手两个字 说出口的也是同样的话 在公司里 云淡风轻 温温如雅的男人 此刻脸红耳赤的回忆过去 渐渐变得面目猙獰 我是真的爱你 可遇到你太晚 这一年多 因为我要退婚 他的情绪很不好 他们家人都觉得丢脸 我不敢逼得太狠 一直在谈条件 这次就快谈妥了 只等出差结束 回去当着两家人的面 一次了断 我们就快胜利了 你为什么非要这个时候跟我闹 再给我点时间不行吗 他看着眼前 焦急求原谅的男人 心底一片荒凉 直有气无力地说 都先冷静冷静 为期一个礼拜的交流会 姚一同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 同事提议去吃火锅 逛灯会 他欣然应允 到底还是和富奇 一块合了影 去城洪庙那晚 路边有卖手工 香粉和胭脂的小贩 小小圆圆的铁皮盒子 颠在手里轻切碴的 他拿起来了 看了好几回 最后又都放了回去 路过一个 客同心锁的摊位 姚一同问了价钱 却还是放弃 富奇一步一跟 眼睛里都是紧张的神色 姚一同只当看不见 回城那天 去公司写完报告后 姚一同就请了假 他跨出公司大门时 收到富奇的信息 问他要做什么 他笑笑 回信息 累了 回去不叫 一项目 姚一同忙成了陀螺 他马不顶迪的 打包行李 联系朋友 终于在赶在 富奇找他之前 将出租屋腾空 富奇打电话时 他已经躺在 大学室友的床上 看着手机里的照片 流眼泪 他能想象到 富奇的崩溃 从声音里 就能听出来 你到底要我怎么保证 我只爱你一个 姚一同抹着眼角哽咽 我信你只爱我 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骗了我 还一直找借口搪塞 你让我莫名其妙地 成了第三者 这污名我要背一辈子 我受不了 两人隔着电话掰扯 很长时间都没有定论 最后姚一同下通牒 在一起 是两个人的事 分手只要一个人决定就行 以后就恢复到同事关系吧 隔了很久 富奇才嗡声嗡气 等我把事情处理好 再找你 失恋是一场排山倒海的流感 姚一同没撑住 倒在了隆冬的风雪里 先是病毒性感冒 后是蓝尾炎 他在医院里待了十多天 部门同事来看过他两次 给他烫了水果 还给他讲小道消息 前几天公司里可热闹了 你这是错过了一场好戏 怎么了 隔壁采购部经理富奇 和未婚妻闹退婚 女方家里的人找到公司来了 拉着领导评理 听说姑娘都怀孕了 夫妻死活让她把孩子给打了 最后怎么解决的 不知道啊 领导让她回去处理 怎么说也是私事 我们又不是什么机关单位 公司不会插手的 姚一同用叉子插一块橘子 放进嘴里 温热的 向她沸腾后 又凉下来的心 出院后是年末 各部门忙着做年终总节 人人都忙得脚打后脏勺 姚一同因为英文好 受了重视 被钦点和领导 一起回访重要客户 接连出差 她没时间 也没心情 再去想富奇 那场不为人知的恋爱 似乎就这样散在了风里 富奇再找她 是第二年开春 那天部门连移 销售部和采购部 向来都是默认匹配的 吃完饭吧 一帮同事去唱歌 姚一同喝了两杯红酒 脸有些发烫 门口吹着凉风 散散酒气 富奇跟出来 将她堵在了门口的 罗马柱后面 姚一同看她的脸 瘦了不少 在彩灯的映射下 眼里有一种 不真实的疲倦和欺义 婚退完了 事情都处理好了 以后我们可以正大光明 你想公开就公开 让所有人都知道 声音是沙哑的 烙在姚一同的耳朵里 有那么一丝深情 就和第一次 教她怎么处理寻嫁单一样 还是能 捉住她的心神 冷风后姚一同立刻清醒 她 孩子打掉了 富奇愣愣神 机械着脸头 给了她一笔赔偿 算是断清楚了 姚一同突然好奇 你和她认识多久订婚的 富奇一头雾水 认识很多年 恋爱四年多 你问这个干什么 姚一同 拢一拢恶情的碎发 我对比一下我自己 多年相识 四年爱情 说断就断 我有什么把握 能一辈子 攥着你的心 姚一同笑得欺然 富奇 其实我不愿意 往深处去想 但理智让我不得不想 你让我觉得可怕 我们在一起快两年 如果从一开始 你就想好了要退婚 那为什么她会怀孕 所以你最开始想的是 两头都不放 后来我不知道 为什么你又铁了心 要将她踢出去 多年感情线不说 她怀了你的孩子 你却能在这个时候 逼着她把孩子打掉 你说你有多狠心 现在是对她 难道将来就不会对我吗 你不用反驳 这是一个人的本性 还有 那时候你不让我公开 不光是怕我知道 你已经订婚的事 你更怕是 未婚妻一家知道后 用这件事 威胁和抹黑你 成为你生殖路上的绊脚神 你看你 又撒谎骗人 又有心机 可我 还是没出息地爱你 不过 爱是一回事 在一起 也是另一回事 从火坑里跳出来 我绝对不会再跳进去 说完 姚依童 哈出了一口热气 就那么站在 进进出出的人流里 夫琪 看着她发愣 然后往她手心里 塞了什么东西 扭头 往里走 一直到 夫琪的背影看不见了 姚依童 才摊开手心 是在上海时 她看中的那盒烟纸 还有两把 精巧的童心锁 杜童的 握在手里 冰冰凉 刻了她和夫琪的名字 又是一阵风吹过来 也一同迎风落泪 她很确定 她还爱了夫琪 可她不想回去了 她照着 青春七鸡汤中的标准 找到了那个男人 可鸡汤太寡淡 没告诉她 男人还应该堂堂正正 如果从一开始 夫琪就能对她说明这一切 那么也许 她会心甘情愿地等 等她把事情处理好 在官民正大的 她恋爱 可现在虽然结果一样 顺序却是错的 更重要的是 她看清楚了 夫琪的自私和凉薄 她很清楚 除非将来顺风顺水 否则一旦有任何 肢结横生 她都将被抛弃 她不愿去赌一个 可以预见的悲剧 这是她的情形 也是她在这段 关系中最大的收获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地 满足您的要求哦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点击正式 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 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 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过当案